欸 鄉親啊 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 我是鄭苗鴻展教授 演技博士 今天來這裡 韓國鄉親 九月第一式 九月什麼第一式呢 下一生多代 說謊的女人蔡英文 鄉親啊 你知道嗎 為何最近呢 白完的確診數降低了 為何台灣的確診數降低了 是台灣的防疫有效力了嗎 這裡面大有協問的啦 大有協問啦 因為鄉親牽過來的一些數據 我有說過 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我沒有啦 所以說我去查 以下我們好好來看這個主題 Headline 一生都在說謊的女人蔡英文 鄉親啊 你們知道嗎 為何最近台灣的COVID-19的 中共病毒的確診數目降低嗎 搞了半天喔 是協問太大了 來來來來 我在這裡分享 讓我們鄉親了解一下 來 鄭廟宏 電機博士 來 我們聽得好嗎 來 這個基本 scenario 這個 scenario 這個英文喔 如果查理店 叫做基本 基本啊 但是在三軍大學 國豐大學 把這個 scenario 軍事用語上的專業都翻譯 翻譯成想定啦 所以說你如果去戰入海空院 看他們從事兵推的時候 兵器推演的時候 他們講 scenario 想定 想定 那就是基本 這個基本是這樣 鄉親圈過來就本是這樣 他說 彰化一個六十幾歲的理長 確診在醫院治療後 後來他的CT值30 醫生就讓他回家 可是四天後 他突然死了 這不就是我們CT值判斷過於寬鬆造成的嗎 說他CT值30是陰性 可以回家 但四天後 他死了 現在這個 scenario 想定裡面 他講到了幾個數值 我真的都不懂 什麼叫做CT值啊 CT值還有一個核酸檢定 我真的也不懂 PCR 我真的也不懂 所以說鄉親這條件的話 他跟我講說 蔡英文把中毒的陽性 陰陽性的判斷標準換鬆了 標準換鬆 但是我看不懂啊 我看不懂啊 所以說我就特地去查一下 特地去查一下 Google去查 查了以後呢 PCR PCR原來他的全名叫做 病毒核酸檢測 Polymer chain reaction LCO這種 醫學的英文 醫學界的英文 跟電機界的英文 十萬八千里 他講的這些 professional term 真的你沒有好好地 專業地 常識地去經營在裡面 這些英文字母的歡意 背面講一例啊 後面這個CT值又聽得好 循環式 這個PCR的循環速滑值 CT值 CT值的全名叫做 cycle stress folder 結果我去查這個 cycle stress folder 原來strace folder 就是靈界值啊 靈界值在我們電機裡面 因為我以前的 學術班的時候 考國防管理學院 資源管理研究所 因為我以前那時候 我第一資源要考 政大器人所 考淡江管理所 我們軍人的官僚體制裡面 規定不能讓我考 不能讓我 你不能考 你就是要去讀 國防管理學院的資管所 你只能去考那個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 而且每個研究所 他所公讀的方向不一樣 政大器人所 專攻行銷marketing 淡江管理研所 專攻技樣 quantity 所以說你準備 以及他考試的方向 是完全不一樣的 叫我去考 國防管理學院的 以前財經學校的研究所 好吧好吧 我是希望能夠去考 政大器人所 我第一年去考 政大器人所 因為我們軍人 要去考 管理學院的研究所 必須要到陸軍官校 去做檢核考試 所謂檢核考試 就是說 跨人家對一個基準 他抽前面 12個水準過的人去考 我第一次考研究所的時候 因為我們中間 理工行業 比較一後 兩年之內都要下部隊 下部隊兩年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考研究所 那我就報名 我才考政大器人所 報名 先去三四百人 去陸軍官校檢測 檢測 檢測要取全12名 去政大器人所 我也抽中了 我也考過了 去政大器人所考 我去政大器人所考的時候 好 我第一年考 妖嬌 原來是這樣 第二年我就幾年了 什麼經濟學要用 會計學要用 我全部都打過 想不到第二年 第二年我要準備政大器人所 我想說 如數加征 照這個模式下去 Position下去一定會 一定沒有問題 一定可以去政大器人所考 結果第二年 對不起 第一期 因為國防管理學院成立了 資源管理研究所 第一期 你們通通不要 你們這些 優秀人士 通通不要去考政大器人所 也通通不要去淡江管研所了 你們通通去考 國防管理學院資管所 夭壽啊 國防管理學院的資管所 是他們比 他是做行銷 Marketing 還是做伎量 困體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們去考 結果呢 我當初是報定 以政大器人所 那個Marketing的 準備方向去準備 結果一去 打了半天 國防管理學院資管所 他是用淡江管研所的 那種追求協問的態度在考 就是走伎量 他不走行銷 所以說我的經濟協 我的會計協 相當勇猛 沒有用 去那邊沒有用 好想 所以第二年 我鼻子又摸了 第三年 我也不考政大器人所 我也不考淡江管研所 我就直接敲你 國防管理學院資管所 就沒問題 就好 三家就好 就給他進氣了 而且我們陸軍去報考裡面 我還是綁手了 所以說 這是沒辦法 你如果做到軍林 你的行事過程 不是你在安排的 是公文書在安排的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就忍耐 忍耐一年 忍耐兩年 忍耐三年 所以第一次要考上 跟以前的格科一樣 你第一種就要照 像阿伯這個第一種 還有什麼科學律師 殺了全國第一名 一種是 這實在是稀有的品種 因為我 我是做事情 是比較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來 所以說 好 剛才說的 不是我們的主題 我們現在聽得好 病毒核酸檢測 叫做PCR 這個東西小事 什麼叫CT值 在在插CT值 原來聽得好 CT值 CT值 剛才這個想定 剛才這個想定 說CT值是30 為什麼CT值30 一性可以回家死掉 這個東西 出現這個CT值 我們搞不清楚 我們就針對這個 原來 PCR是核酸 這個病毒核酸檢測 我們了解就好 我們不要 了解說 什麼病毒核酸檢測是什麼東西 那CT值 大家都用CT值在判定 那我們就純粹針對CT值來 CT值 新冠肺炎的病毒 因為它的基因非常微小 所以需要透過PCR 也就是病毒核酸檢測來放大 就是透過電子顯微鏡 電子顯微鏡把它的基因換大 在實驗室中 要換大兩倍 就是一個CT值 喔 就是這樣 就是用電子顯微鏡 放大兩倍 就是一個CT值 那換句話說 放大了30倍 CT值就是30 CT值30 就是在電子顯微鏡上面 就是在電子顯微鏡上面 放大了2的30次翻 聽好 CT值30 就是在電子顯微鏡放大了2的30次翻 那CT值45 就是放大了2的45次方 你看看電子顯而進 能夠讓你放大2的30次方 2的10次方是1024 2的20次方 2的30次方 2的45次方就是CT值是45 來 我們再來看一下 日本 兩國定定的CT值40 看不到才算陰性 現在對這個COVID-19的病毒 我們給它放大到顯微鏡 電子顯微鏡把它放大到 2的40次方的時候 就是CT值40看不到病毒 表示說這表示說沒有病毒 這表示說它是陰性的 那條出爲歡迎 CT值40才算陰性 就是說美國 日本他們自己 因為 因為每一個國家 因為這個COVID-19的這個病毒 到底會不會 這個來得太快 所以說每個國家 都有每個國家 定定的CT值檢驗的標準 你只要超過這個CT值 找不到病毒 就表示說你是陰性 你如果在這個CT值檢測的過程 發現它有病毒出來 這就是陽性 美國 日本是把電子顯微鏡調的很高 CT值40以上沒有病毒 它就是陰性沒有病毒 來 我們台灣本來的水準 已經把CT值 美國 日本的水準是40 我們台灣已經定定在35 已經比美國 日本的水準還低 然後呢 我們定定定做以前的判定 它是陽性陰性的標準 但是呢 自5月27以後 踹門 把CT值的30 CT值30 就把CT值35降到CT值30 也就是說 電子顯微鏡放大到2的30次翻 發現沒有病毒 問題是 你如果再把它陸性放大到2的45次翻 就是CT值45 次十 你又不能去 有啊 有病毒啊 所以說嘛 我們的電子顯微鏡放大值 放大到2的30次翻 看到沒有 陰性 判斷它陰性沒有事情 你怎麼比2的30 2的31 32 33 33 發現看到了 看到了 但是呢 這個中華一個 這個理中 它為什麼 它的CT值30以上沒有看 那沒問題 其實你如果轉移電子顯微鏡 你把它放大到2的34次翻 2的30 看到沒有 2的31 32 33 3 夭壽啊 一堆啊 變毒一堆啊 你如果用美國的水準 放電子顯微鏡給它放大到 2的44次翻的時候 夭壽啊 這什麼叫夭壽啊 所以說這個 這個 有些病毒的濃度 它剛好就在2的30 31 32 剛好就在那邊 你2的34次翻看沒有 2的31 4翻 2的32 電子顯微鏡放大 放大 放大到你看到 美國日本的基督看很高 它把電子顯微鏡必須要放大到2的44次翻 確認沒有病毒 哎 才算你陰性 我們台灣是 現在是2的30次翻 我們台灣在古年的基督是用2的35次翻 電子顯微鏡放大到2的35次翻 一堆美國日本再加了 5月2000 它又把電子顯微鏡再放大到2的30次翻 所以說 哎 你把 你跟鴕鳥一樣 把鴕塞進沙子裡面 獵人就沒有在你身邊嗎 這個是我們台灣目前的很避難的政策 所以說 大家還是要做好自身的保護 不要隨便信了這個政府的數據 數據會說話 數據也會騙人 所以說 我是一個電機補償 我為了我講這個東西的觀念 到底對不對 我要特地打電話給我的好朋友 王明王大夫 他跟我講說 來來 你直接把這個問題直接講出來 我就跟他講 他說 現在的政府官員 就要收的你知道嗎 他們 醫師就是醫師 你找了一堆 教授什麼在旁邊把你打破 發明了一些莫名其妙 你根本都不懂的數目字 你不懂的數目字 你還裝懂 還在那邊 那我就跟你講 你講的什麼 PCR 我不懂 我不懂 你講CT值 你問我 我不懂 我真的不懂 所以說 今天 我看到前面 我看到前面那個想定 為什麼這個中華 這個理中 CT值 30 四天就死了 判定是沒有病的 要知道很多的讀書人 他們玩弄很多的專有名詞 用一些專業的數據 好像很有科學很有水準 其實你只要把那個專業的名詞 professional term 像我在電機裡面 我這項裡面 C4ISR 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 Computer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我們的很多的 像以前說的 Cycle 所謂Forder 在我們的專業領域裡面講 叫做Critic Point 臨界值 大家每一個領域裡面 所使用的專業的名詞 professional term 都沒講 他用Critic Point 在我們電機 叫做Critic Point 臨界點 但是我不曉得 那個叫做Critic Point 所以說 跨領域 他的學問 所以說 我就說 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 視之也 他們使用的專業名詞 因為大家必須在 在討論同樣的東西的情影之下 才能夠討論 你如果講的東西跟我講的東西 不一樣 我們吵翻天了 打破頭了都沒有用 所以說 我們普遍的 你講的事情 我們必須要把定義 你所講的東西 是什麼東西 我們要先把定義搞清楚 搞清楚以後 我們才能夠討論 所以說 現在 現在是這樣 這麼多 夭壽幾個 尤其 我們同學就跟我說了 說 現在 會出他們的 但市長跟 索正倉 他們這個 很夭壽 他們發明了一些專有的名詞 騙你啊 你搞不清楚狀況 他在講什麼東西 你不懂裝懂 結果被他唬了 結果被他唬了 所以說 所以說 戈培爾所講的 戈培爾所講的 戈培爾 塑造第二次世界大戰 希特勒的這個 說反博士 說白菜的副師 戈培爾 德國海德堡大協的 海德堡大協的博士 我跟你講 三分謊話 七分真話 七分謊話 三分真話 才是最有威力的 他們這人 他們這人 但市長 發明了一些 很多professional term 來給你騙 騙 你以為你懂 其實你不懂 你不懂裝懂 好像怎麼樣 打破話 和國西亞 其實就六騙你 所以說 好啦 我們現在什麼人家說過 我後面教人 會是說什麼 有一個鄉親的來講 主委爬 他針對賈永傑的事情 賈永傑 禮拜 說 南部某某醫院 缺少什麼都 醫藍下去 他拚下去了 他能夠把法醫 他只要拚下去 來來 我們聽說 這個主委爬 為什麼 要民間製作醫療 企業製過疫苗 政府看到民間善心人士 每天忙著送機器 覺得是應該的嗎 送機器是賈永傑 賈永傑 他從台北知道了 南部屏東內家醫院 那邊切少了這個設備 他們就把他們說 不能去 他三個車開 就拚下去 有辦法 所以說 如果民間的組織 比政府更有效力 那麼這個政府 到底在忙什麼 講白一點 我們要這個政府 我們要這個政府 要幹什麼 我們繳稅 到底幹什麼 我們繳稅 不是在養這些虧貓 養這些會物 天天編了一些 專有名詞 來騙我們 我要跟你說 來來來來來來 我們來看一個結論 我們同學 我們同學 完民 我以前在圓兵國中 圓兵國中 第二次 國中第二次 我也是 圓兵國中 我的同學 你不知道在圓兵國中 我都敢翻 我都敢翻 因為他去圓兵國王以前 我圓兵國中 你跟他 所以說 他就跟我說 我電話一個腳 他就說 千刀萬禮罪 千刀萬禮罪 他說什麼 他說 在第二次世界大前的誰 希特勒 還有戈培爾 他們這些 犯下了 屠殺人類 尤其是猶太人 屠殺人類的 這些人口媚節的罪 這些犯罪的人物 他們即使化妝 易容 跑到南美洲的巴西 蟲蟻林裡面 他們身上帶了很多現金 鑽石 躲到亞馬遜的蟲林裡面 什麼東西 千刀萬禮罪 猶太人 你對我種族媚節 你們這些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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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納稅 對我們猶太人的種族媚節 猶太人跟他們說 千刀萬禮罪 所以說 割他們問 當時中 你們別拿那些狗屁的識字 那些專業的狗屁的數字 找了一堆的 我跟你講到時候 事過進遷以後 我跟你講 千刀萬禮罪 追追追 黃輝在唱 對 對 對 你不敢 我告訴你聽 聽好 不要拉一堆專家 看不 好像發明一堆 看不懂的數據在那邊騙人 實際上 他們這些 當時中 割英文 甚至 索兵衝 他們這些 這賈博 以賈博士為所 一堆金工黨的 一人叫做騙子 一群人叫做金工黨的 騙子 欸 你們 我告訴你 高端疫苗它不是國產的 它不是國產的 竟然把這個業 它為了炒作這個股票 竟然插他們去發明說 這是國產的 夭壽了 國產 這不是國產的 我告訴你 這是摸摸台下 美國國家實驗室 撐過來的 的東西 竟然去試驗 用台灣人做試驗 夭壽了 我跟你說 實際上 他們幹的是 炒股 撈錢的事 炒股撈 本質就是炒股撈錢 總統代頭炒股撈錢 甚至於我懷疑 什麼勞退基金 公教基金 金人退伏 他們都給三個人 在炒股 就要把你們全部 讓你們財政自治 國家破產 就是他們的本質 本質呢 撈錢 炒股撈錢 但是呢 因為炒股撈錢 卻是以我們台灣人的死命 做代價 台灣人他們 世之如此 台灣人的死命 世之如草介 世之如螺螢 不把我們台灣人的死命 看得到什麼 因為我們台灣人 現在是 台大醫行 他不定時的說明會 就在講了 他曾經解釋說 現在我們台灣 最重要的辦法 就是 第一 台大 台大便 他說而已 不定時的說明會 對這種 防疫以及疫苗 現在他們這段 幹事長 這段要求過的 還不前面減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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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現在壓力已經被迫 從外面進來的 要前面減篩 前面減篩 這段現在還不減篩 而且不開放疫苗進來 這段是很要求的 真的這是犯了人口屠殺罪 那是對我們台灣人民 對我們台灣人民 對我們台灣人民 去讓他收入這個藥 這個工藥裡面 沒辦法 我說給你聽 我們台灣是一個海島 台灣是一個海島 任何的病毒不會無中生有 一定是從外面進來 所以說台灣招數到病毒 毒害的話 一切都是從外面進來 誰管的 誰轉的國界 誰管國界 中央 鄧西東人家 所有台灣的病毒 因為海島的原因 孤立在吸採營養上 所以說所有病毒都是外來的 所有外來的就是 中央單位管制不利 所以說 在這裡和我們鄉親交換地勢 因為這段 把我們台灣人 攝影在台灣這個島上 跟一個加在裡面 大毒放進來 之後可能為了炒股的原因 然後呢 不全面補塞 不 不 不給疫苗 就是要測試 他們所講的高端疫苗 因為高端疫苗的老闆 那間聯亞科技的富士林 他也跑去打外面的病毒了 他說我要打高端我要打 知道他已經打了外面 打了進來的病毒 病來的疫苗了 他們才怕死的 我好命運 他們還準備寫鈔票 但是拿我們台灣人死命 好了 這是我今天要看鄉親交換地勢的 一生多在於說謊的女人蔡英文 鄉親我們知道嗎 你敢知道嗎 最近為什麼確診的數目字降低了 不是防疫有力 是我們把電子顯微鏡的倍數降低了 降低了判斷陽性陰性的基準 我們查美國 剛剛查2的10次翻 他們的電子顯微鏡調到2的40次翻 我們的電子顯微鏡調到2的30次翻 所以說那個中華 那一定有怎麼死的就完了 他明明在2的31次翻的電子顯微鏡的 換大倍數下看得到 2的30次翻看不到 被判斷為陰性回家 結果四天 其實搞不好隔天下一個時間點 他已經變成2的31次翻 2的31次翻就看到了 2的30次翻就看到了 所以說 這點 當時中判斷他們這點 在跟你騙 在跟你騙 不是環域有力 是我們的電子顯微鏡的倍數調低 測試的水準調低 不是我們的環域有力 所以說 好 今天在這裡看我們鄉親交往的地勢 有什麼意見 對我所說的內容 如果有問題 請鄉親來向我告訴我 OK Thank you very much 謝謝 以及鄉親這太多 洪洋的露館 請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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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欺負